成都车展来看一下大众有什么值得看来SVV车型呢 全新的图王X 这款车型首先它增加了一个矿青野的配色是之前没有的 青灰色还是挺漂亮的 很多改装店可能都喜欢改这种颜色 那么原厂的车器当然质感会更好 再来它的车头位置也是用到全新家族化的设计 都说大众是套娃脸 但现在人家套的是有新意了 中间这个横向的格栓 上下双层的设计跟两侧的大灯融为一体 也还是很厚实的 下方的这个散热开口 从样也是上下双层的设计 车头就会显得整个车高会更高并且更宽 让它的尺寸看起来会更加的宽大 车侧的设计明显也是更年轻了 轮毂当中也能够看见红色的刹车卡 再来轮毂的尺寸也非常大 尾灯的设计同样很有看头 首先它的面积非常大 中间还有黑色的试板进行连接 我们往细处看 它的每一个发光的灯片都是上下双层的 就会显得特别的立体 而且有种悬浮感 近看的特别的璀璨 那是用到了环抱式的座舱设计 所有的元素都像驾驶员这一侧靠拢 你坐在这个位置 确实觉得自己就是尊贵的车主 另外它的结构也很丰富 有相当多的层次感 再来整个换挡机构 是一个电子的拨杆换挡 所以你在换挡的时候会相对比较省力 不过少了一点推拉摇的那种操纵感 下方给你留出了足够大的储控空间 这个就是一个优势了 你的随身小包什么都可以往里边塞 另外在电源方面 有USB的有Type-C的 这个也值得好评的 不管用什么样的设备 都能够实现充电的功能 我发现它的扶手箱特别有意思 两侧都是可以独立开启的 而且你把它拉到一个位置往下一压 就可以变成一个扶手 在上方还有它图王X的英文的刺绣很精致 今天展台上的这台展车 搭载的是3.0T V6的发动机 那么根据申报信息 探约X还有2.0T的版本可供选择 3.0T的动力更加强劲 2.0T的售价更低 并且油耗更实惠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4.0T的动力更多 직方向歌连 2.0T的枚